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安乐传迪丽热巴搭档龚俊 网友万分期待 迪丽热巴与任加伦组主演的恰似故人归正如火如荼的播放着 而他与龚俊联手主演的安乐传更是让观众们翘首以盼 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安乐寨的大首领任安乐和弟子园并肩作战 颠覆朝堂 洗刷十年前的罪孽 能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 可见迪丽热巴的人气有多高 这些年来 迪丽热巴与不少高人气 高人气演员合作 出演过不少竞典剧 人气节节攀升 而他的表演也被认可 在与君初相识中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是一个聪慧勇敢 擅长控制人心的女人 但是她的性格很好 她对单纯的教人常义有一种真正的感情 而云和则是为了让她的心上人得到解脱 她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心上人对她的误解 而不是因为她的死亡而悲伤 迪丽热巴在恰似故人龟中饰演的云和好虐 时日无多 却甘愿为长一而去 不管她的性格如何 她的性格如何 她的痛苦 迪丽热巴都能轻易地转换 让观众们感同身受 而在安乐传的曝光中 迪丽热巴的容貌依旧是那么的漂亮 她那一身华丽的丝绸长裙 更是将她的容貌衬托得更加完美 只是一张照片 就让人目眩神迷 配合着迪丽热巴的六位漂亮的师妹 观众对安乐传充满了期待 对任安乐和寒夜也充满了希望 这次的合作绝对是双赢的 也有一些理智的网友表示 这些明星的粉丝 应该好好相处 和和美美的电视剧 这是多么的负责任啊 她很期待迪丽热巴和郡郡子的新剧 都是帅哥美女 好喜欢 好想看看 迪丽热巴的影迷们也纷纷表示 迪丽热巴的演技突飞猛进 长歌行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到现在为止 日迪丽热巴的表演依旧很好 甚至可以说 她的实力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迪丽热巴的设计师也在夸赞 她的演技突飞猛进 真让人意外 我很想看看热巴新剧 迪丽热巴的预告片很漂亮 两个人都很般配 不管是什么故事 都很容易让人喜欢 迪丽热巴那一头花白的头发 让不少人都联想到了 当年白发魔女传里的那个女主角 那个时候的她 可是让人记忆犹新 那时候的电视剧 也是收视率最高的 安乐传里 迪丽热巴那一头花白的头发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安乐传引发了网民们的热烈讨论 迪丽热巴与龚郡郡上演了一段经典的爱情故事 这对神仙组合到底是怎么回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